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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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大家好 來到第11日的隔離 看看我們後面 為什麼房間好像空咧咧 是沒有一張床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這裡是一個Rating Room 或者叫做 Relaxing Room 我忘記了它們叫什麼 由於我們第一個檢測 已經Pass了 第13日會做到一個 檢測Pass了之後 它們開始會幫我們修房 只有兩次而已 今天就是第二次 它在修房的期間 我們不會在房間的 因為盡量Social Distancing關係 所以就帶我們來這間 Relaxing Room 一層應該也有一個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等 待會去收拾完房 我們就會回去 回去的時候 順便看看走廊是什麼情況 因為走廊很重要 每間房間都放了兩個位置 一個是放食物 每天的三餐都是放在櫃上面 然後呢 垃圾就放在一個盒子 待會看看有沒有問題 對 餵食安拿 餵食小貼士 咦 隔離期間 如果想吃熱辣辣的東西 就記得帶個鍋 你看看 我們有熱辣辣的炒飯了 真是傻傻聲的 對呀 很肚子 不過很多時候 這些東西都真的不夠熱 對呀 所以呢 這個鍋很重要 令到東西覺得好吃了 這個叫什麼鍋 這個叫Crew鍋 Crew鍋 好啦 大家記住戴啦 Eventually 隔離完了 我們終於破關了 來到checkout的時間 這裡有兩樣要做 由於我們隔離期間 order了71 所以checkout的時間 就要一次過找數 不懂泰文怎麼order呢 好像這條片的左手邊示範 用圖片就包補沒錯 另外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是要拿的 就是完成隔離之後 酒店會出一張ASQ Certificate 證明你已經完成了16天的隔離 以及哪兩天做了swap test 如果你Visa到期要去extend的話 沒有了這份文件就麻煩了 當然 在收到這份文件的時候 記得要對下自己的個人資料 萬一真的出錯了 像我那樣的話 就要叫他們重新搞過了 但是即場是搞不到的 因為他們要傳分去相關的政府服務簽名 如果你遇到相同的事件 記得要求酒店職員寄一份證管給你 不要email 因為 逐Visa是要證管的 最後酒店就用了Carrie Express 成功寄回給我 幸好我當場發現到 由於我一看到有車來接我 就趕快自己推出行李車出去 搞到這兩個女孩馬上衝出來幫我忙 我還連合理都自己騎上車 可以走快一點 最後提提大家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有說過的話 記得不要跳過 要幫忙看它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like comment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謝謝 描身一變 我們已經在一輛Grab Car上面 我們終於完成了16日15日的旁 現在就回到漁校來去住的地方了 終於都放監了 好開心啊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like comment share 記得訂閱我們 subscribe啊 找啊